中共為詆毀美國 煽動發起的有一輪COVID假消息活動 在中國政府拒絕世衛關於COVID起源的第二階段研究計劃的兩天後 一位7月註冊 自稱瑞士生物學家發布了一條信息 聲稱世衛組織的消息 來源和一些研究人員 抱怨受到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甚至恐嚇 隨後瑞士駐華大使館公開證實 所謂的瑞士生物學家根本不存在 據Meta說 所謂假瑞士生物學家的post 兩天內主要在幾百個帳戶 和一些中共國家媒體中流傳 這些帳號針對美國和英國的英語受眾 以及台灣、香港和西藏的中文受眾 在審查有關原始假帳戶的報告後 Meta公司刪除了524個Facebook帳戶 20個網頁、4個群組和86個Instagram上的帳戶 Meta在它對抗性威脅報告中說 本質上說該活動是一個鏡廳 無憂子地反映出單一的虛假角色 這是我們第一次觀察到 這麼系統性地組織國家工作人員的行動 他們以這種方式擴大自身影響 美聯社和太平洋理事會的DFR Lab 此前進行了為期9個月的調查 發現中共因早期處理疫情不利 而受到批評的時候 曾帶頭傳播有關COVID-19起源的外國虛假信息